大家好,今天是7月31日,星期一 普天同慶,好友,男友 他都兇了那麼久,吐出來,就是這樣 如果大家想知道,為什麼市市今天會升呢 前幾天又不見,說要升 這個很簡單 因為大家都對於中央做事沒有信心 很簡單,市市這麼久都不升 又說要救市又要救市,不升 那些人說了不信,不信你就不信你 到今天信了,那就反轉了 7月26日,小弟有一篇文章叫做中央定調救 其實六大的範疇去救 有一個範疇很重要的 就是說要穩定投資信心 以前中央的文件都是說 是穩定 不是,這次也說是提振 提振,比穩定更加多了 第二件事就是,出一籃子的方法 解決這個債務問題 那這一籃子是如何呢? 沒有人會知道 不過如果他講得出一籃子 真的有一個籃子 那你信也好,不信也好 那你起碼,祖先的時候 事實未證明,你要炒消息 你要先相信他 所以,在26日的時候 小弟有一篇文章叫做中央定調救 那今年的文章簡單一點 A股今個星期升 A股今個星期升的時候 因為最主要就是中金 證券股是升 那按照降紀錄 降了五年 凡是證券股會升的時候 大升的時候 後面那幾天那個星期 二至一個月 A股都會升的 所以很簡單 歷史會不會重複呢? 沒有人會知道 沒有人會知道歷史會不會重複 不過是一個可以參考 那有關這件事 怎樣參考法呢? 小弟今天那篇文章可以有的 大家可以找來看看 那沒有發生 現在第一,成交是升了 今天中間厲害了 那到現在 上半咒的時鐘 都已經差不多近著 有一千億成交了 那下半咒 除非它真的縮水了 只剩下100億 如果不是的話 我想下半咒加起來 你上半咒有差不多 九百幾億 近一千億 那下咒你就算給回五百億 那都已經差不多是千四億成交了 或者是千五億成交了 那當然了 要留意 如果下咒成交只有二百億的話 這樣就不太好 那這個升市就可能就是 暫時是這樣變得到 如果是這個下午成交 都起碼有得五百億 以至六百億的話 那就很棒了 那明天還應該還可以一升的 那這個就看一看了 好 好 我們看看就是 等等 成交 開始 然後多一點 這個流回來了 再跟著 流進來什麼呢 好多流來 中國恆生中國企業 就是二百二百九隻 融庫基金 其實這個在買香港的大市 個別股票就是美團 快售南方科技 買科技的板塊 一二三其實都在說 就是中國的香港的板塊 和香港的科技板塊 個別股票出的小朋友汽車 當然了 升了這麼多 騰訊一向都是有 或者是又初一又入 李宗氣七小米集團等等 等等 建設人狼隊 一直在捱打狀態 好 那再跟著 你看看 一泡水都來來去去去去 就是 日日不同樣的 那就是 大家要跟著 都挺辛苦的 今天升的板塊裡面 頗多 我們要專業現在 今時要看看 哪些板塊不升 一個是其他 其他沒問題 根本就是那些基金來的 有食物及飲料 那這個千塊內需股 那資訊及這個是科技這個器材 那這個就是通訊 那還有半導體 那半導體又不升的 那還有一隻 紙及林業製粉 電信服務 和媒體 那這些這樣 那其實這些是什麼呢 其他以後那些什麼 那就是煤炭 農業產品 應該大家要以後要多些 農業農產品 因為中國是開始拿農業 找農業 那地產 這次升得很高了 汽車 那還有就是 中標珠寶這些 沒有什麼綜合企業 保險又升的 軟件服務 交通設施 那其他的銀行去到哪裏 銀行去到這裏 那在這裏 那裏面來說 就是說看到地產 突然之間 被人湧得上去 還湧得高過那個汽車 好了 又不是 還沒得住 看看回大使 大使來講 那今天就已經講過了 凸穿了這裏 之後再凸穿上去 跟著如是之後再凸穿上去 希望啦 來講幾天 來講明天可能會回一回 那希望明後天又升升升升升 那就好像好了 例如好像這些這樣 是不是 升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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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再回一回 那這樣 那我們這次的事 看看可不可以拿這裏來參考 那 圖表派的好處 就可以找到以前的來參考 那如果是這樣 就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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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然是這樣的話 若然是這樣的話 那這樣就好像現在這個位置 那所以現在最後拉尾 如果按照歷史的話 那真的可以去到22622了 如果去不到262 都去到222 是吧 去不到222的話 都去215 是吧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暫時來講呢 就應該可以挑戰是21000的了 挑戰21000的了 上面呢 再高些 就是應該可以去到呢 就是 就是 這裏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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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22啦 那升破了 再之後就好 的啦 好 我們再進去看看 呃 今天可以留意的版牌 是建篤即層版 建篤即層版呢 就是第一件事 就是它那些 是